很少我就知道了 你們現在都不會知道 年齡經我什麼都不會說 你們不是當事人 真的不方便說成 我也可以告訴你們我什麼都知道 我其實有跟嘉謙的經紀人 朋友變怕 對他們來說也是驚訝的 就是因為我說 什麼又會 什麼又會有所謂的友人跳出來 這些兩邊的友人都不要再講話了 然後 黃小姐那邊也是 大家都問一下是誰啊 她為什麼會知道 一些事情呢 我起碼可以知道有人 不是被安排出來光碼說話 她是自己受不了解 她出來說話 這個是我知道的 所以她又有 透過律師說話 她不是透過律師說話 當然是透過律師說話 可是既然暗所委屈的律師 在任何事情發生的狀況之下 在任何事情發生的狀況之下 只要是對她不利的 或者是有牽涉到她的 尤其是 我們法律黨來講 有造成一些爭議 甚至是對她本人 不利的事情的時候 她的律師一定要出來 幫她說話 而不是說是透過律師說話 而且他們做這個動作 事實上已經考慮了很久了 也就是說 所有的狀況都理解之後 他們已經早就在想說 要做聲明了 因為外面有太多 爛七八糟的 各種 假借有人的名義 在謾罵黃小姐的狀況 所以她的律師一定是 會保護她的 很少我就知道了 對 因為你看 你們都不會知道原因 我什麼都不會說呀 你們不是當事人 而且人家有律師啊 真的不方便存存 我也可以告訴你們 我什麼都知道 你是說 有看到一些照片 然後很心疼 這些事情 我其實有跟嘉仙的 經紀人聽的變化 那對他們來說 也是驚訝的 就是因為我說 什麼又會 什麼又會有所謂的 有人跳出來 這些兩邊的有人 都不要再講話了 然後 黃小姐那邊也是 大家都很驚訝 是誰啊 他會為什麼會知道一些事情呢 就這樣啊 對 我們都都驚訝 所以這個有人 我起碼可以知道 就是有人 不是被安排出來幫忙說話 他是自己受不了解他出來的話 這個是我知道的 對 就是有些事情 他知道他看不下去 所以他決定要調出來說 但是不是女方這邊安排來說 那客人應該是 你會想要喊話 好 我畢竟跟夏哥立城前 我們一起結束節目 也是很熟識的 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安排他的情緒 之前還沒有到官司的時候 我其實不一樣 我只知道他們的情形 我就是盡量安排 因為畢竟這麼多年來 就是事情經歷到蘇卡城市的時候 他也不再跟我討論 你決定也好 所以這樣我們彼此都不會有什麼壓力 我們也知道有很多事情其實是美肌出來的 聽的高度也好 態度也好 他都會造成之後的變形 之後的狀態 那你說 我們不要講到說 他最後會 他們現在對付公堂 就是一般有機器來的地方 也是啊 從一開始的熱戀 然後見到面就要滾在一起 然後後來就是 我衰你的 我衰我的 但他們也沒有說 不礙對方 只是很多現實的狀況 跟世界的燃機 會造就 後面的化學的反應 它們每一個結局都會做不一樣 嗨 大家好 我是舞蹈 先生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歐巴桑 鄧美鳳 我是蔡康勇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們是號角翔起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你今天要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歲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 就在這裡 祝福三立新聞網 祝福三立新聞網